坏蛋贝利亚养了一群小怪兽 他忙着搞破坏没有时间照顾 于是他抓了小赛罗教他们唱歌 然而搞笑的事情发生了 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给视频点个赞 精彩马上为你开启 小赛罗 这群小怪兽就由你来教他们唱歌 就教他们唱了个 拔萝卜 就是那首 拔萝卜 拔萝卜 哎哟哎哟 拔不懂 等我去地球搞破坏回来了 如果还没有学会 我就罚你十天不忍吃饭 觉得贝利亚又可恶 唱歌又超级超级难听的 就给他抠三个狗头吧 贝利亚搞破坏回到家 听到小怪兽们在唱歌 贝利亚 长得臭 哎呀哎呀 长得臭 哎呀哎呀 长得臭 小朋友 快快来 快来唱贝利亚长得臭 认为小赛罗教得好 教得妙 教得呱呱叫的 可以扣三个鲜花 听听听 不准唱 不准唱 难听死了 我赶紧打个零分 以后不准唱拔萝卜 叫的什么玩意儿 给我教一首 小毛驴 就是那首 我有一只小毛驴 我从来也补气 哎 叫不会我会来 抽你屁股 等贝利亚干坏事回到家 又听到小怪兽在唱歌 我要一只贝利亚 我从来也不及 有一天我心血来吵 去就得起感情 我手里拉着小皮饼 要打它的皮皮 突然一身 哗哗哗哗哗哗 贝利亚就拉心 哎呀哎呀哎呀 教得什么玩意儿 谁要是再敢唱 敢点赞扣鲜花的 我要打烂他的屁屁 这个要是唱开了之后 所有小怪兽都知道我拉西 本大爷还怎么混啊 最后小赛罗被贝利亚 给送回家去了 然而 贝利亚 长得臭 哎呀哎呀 长得臭 都知道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